2020年花蓮丰有机有机丰便当竞赛活动 21号下午举行成果记者会 期盼借此发展花蓮县的有机农产品地产递销 也鼓励在地合格的餐饮业者可以开发有机食材便当 未来还可以提供消费者低热量小负担的午晚餐新选择 由花蓮县府有机农业促进专案办公室 花蓮县卫生局花蓮市农会共同合作 举办的2020年花蓮丰有机有机丰便当竞赛活动 21日下午在县府大礼堂举办成果记者会 由花蓮市农会提供有机食材给参赛队伍 设计含有在地食材的有机便当 期盼未来能提供乡亲多元低热量少负担的健康午晚餐新选择 那最主要的这个目的是希望我们在地的业者 能够来鼓励他们来使用花蓮最有机的一个食材 那我们也希望这些业者将我们这些食材来发扬光大 那另外今天也特别请到我们的一組服务来到这边 我们也希望各位的业者能够来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示范 然后来创造一个我们更好的一个用我们花蓮的食材 今年的全民运在花蓮 尤其是我们在10月17号到22号 而有将近有15000人会涌进花蓮 我们也跟很多的便当业者 还有我们很多的在地的业者都已经协调沟通 未来我们也会在这个便当的部分 把我们有机的农产品拔入菜 让我们整个全方面无论是旅游、农业、观光 通通可以结合在一起 另外也颁发花蓮有机农业的形象标志设计得奖者 执盼借此发展本县有机农产品地产递销 并鼓励在地合格的餐饮业者开发有机食材便当 记者奖帮叶华蓮市报导 谢谢大家